未知生物突然袭击纽约 连自由女神的头都被他切了下来 整个城市几乎毁于一旦 政府紧急撤离民众 准备联动怪物一起扎掉整座城市 男主却为了救女友 与好友们一起将怪物所在的区域冒死挺进 他们能成功救出男主的女友吗 感悟人生分享快乐 我是宇哥 今天介绍一部带入感极强的恐怖电影 4月27日凌晨6点的纽约 天刚蒙蒙亮时 男主一边举着摄像机乱拍 一边将女友被私叫醒 提议带他去游乐场耍 那么他们到底有没有去呢 5月22日 男主的好友莉莉 得知男主即将去日本就职 打算邀请所有好友 为他悄悄开个欢送会 给他个小惊喜 让男主的弟弟杰森当摄影师 拍下大家祝贺男主的画面 结果杰森嫌麻烦 直接将摄像的苦差事丢给了小哈 这傻小子没什么心机 人家让干啥就干啥 很快开始 在现场找宾客进行采访 小哈的拍摄工作 虽然干得很卖力 但他一直喜欢这个 叫玛丽的妹子 看到他来了后 直接丢弃本职工作 跑去找妹子搭讪了 但玛丽对小哈没啥好感 敷衍着同德聊了几句后 便借口离开了 小哈只得回归到本职工作上去 好友们终于迎来了 即将离开纽约 前往日本纠职的男主 然而男主的心情并不好 他一直惦记着贝斯 说贝斯贝斯道 媚得华丽登场 但令男主沮丧的是 贝斯还在了一位 从没见过的帅哥 一起出现在男主的欢送会上 男主自然吃醋了 虽然表面上没显得出来 心里却是大大的不爽 眼睛一直盯着那边看 酒灌了一杯又一杯 这时男主才知道 这一摄影机 是弟弟从他家擅自拿来的 里边还有之前男主拍摄的 和贝斯一起甜蜜的时光 这次的拍摄 将部分内容冲掉了 但还有一些片段 没被完全洗掉 会偶尔跳出来一点 这些可都是二人的美好回忆 男主得知后 心中五味杂陈 将贝斯叫出去赞谈 原来二人之前闹了点别扭 已经几周没联系了 而他俩之间的关系 一直在瞒着朋友们 摄影师小哈 男主的弟弟杰森认为 两人只是夜情 而大嘴巴小哈听到此时候 牛脸边见他传的满城风雨 众人皆知 听雨歌道 这张守不住秘密的朋友 千万交不得 交谈过后 男主与贝斯感情并没有好转 贝斯带着帅哥离开了 男主则一脸绝丧的回了屋 弟弟杰森与小哈一起劝道 将贝斯追回来 可没聊两句 居然发生了地震 紧急着 全城的灯都灭了 整个宴会一团乱 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店里恢复后 大家决定去楼底看一下情况 所有东西都在晃动 远处发生了爆炸 火光冲天 一只火球向这边飞来 吓得大家连忙向楼下逃去 所有街角的人都跑到了外边 惊慌失措的乱窜 爆炸四起 再然后 自有女神像的头 居然被炸到了这里 横倒在地上的他仿佛在哭泣 人们吓坏了 只见不远去的大楼向这边倒了过来 煞十天尘土飞扬 人们纷纷向另一个方向逃跑 男主几言躲进了商店 没过多久 灯再次灭了 再然后 整个玻璃都震碎了 再次回到屋外时 整个街区 一片漠视的景象 人们一个个灰头堵脸 他们在街上找到了玛丽 整座城市几乎都被收回 有人说 看到空中有个巨大的怪物 就是他造成的这次灾难 几个小伙伴 在政府指引下 前往布鲁克林大桥 一路上到处都是商桌 他们发出痛苦的叫声 令人心悸 一行人走到了桥上 军队的飞机 也用喇叭指引大家继续前进 海上那艘被炸火的游轮触目惊心 男主一直担心 提前离开的贝斯 给他打电话询问情况 贝斯在家中好像出了状况 杰森一直走在前边 一条巨大的尾巴从天上扫下来 扫塌了整座桥 这次发生的意外 让杰森可以安心去吃这次盒饭了 幸存的几人拼命向回头 赶在大桥垮在的前一刻 逃回了陆地 这点事 令男主更加放心不下贝斯了 手机电池没电了 他静止跑进电机店 去寻找电池 小孩在电视新闻中 看到了攻击这座城市的怪物的庞大身躯 一辆辆军车向怪物方向驶去 小孩在电视中看到 巨怪诞下了无数只会爬行的蜘蛛怪 蜘蛛怪向士兵身上扑去 疯狂撕咬着人类 男主听到了贝斯给他的留言 贝斯说 他在这房子塌下来砸到了身上 他动不了了 明知身有虎 偏向虎身形 男主决定不顾政府的指示 前往贝斯家去救他 可那正是怪物所在的地区 其他三人虽然很怕 但还是为了朋友挺身而出 决定随男友一同去救贝斯 太够义气了 后方军队士兵正在攻击怪物的腿 子弹满天飞 连坦克都开了 但这个怪物皮糙肉厚 就是打不透 几人趁乱逃往地铁 在下地铁前看到了怪物恐怖的大脸 下到地铁后 所有人都沉浸在刚才那恐怖的一幕中 大家都被这个庞大的家伙吓懵了 坐下来缓了口气后 在男主的提议下 几人决定穿越地铁隧道 前往贝斯家救人 这时店又灭了 几个人借着授想机上的灯光 在隧道里摸盒前进 小汉没会儿找话 不断说着不合时宜的话题 把大伙整得心烦意乱 这时玛丽突然看到 一群老鼠从脚下跑来 回头发现 一大群老鼠正在顺着一个方向跑 像是在躲什么东西 几人不觉加快了脚步 玛丽听到身后有声音 于是他们打开了 收响机的夜视功能 这间房顶爬着树枝 从巨怪身上淡洗的蜘蛛怪 几人吓得赶紧逃 但丽丽很快被扑倒 男主上前就踹他 再然后小哈也被扑倒了 玛丽挺身而出 用铁棍打跑了一只 却被另一只扑上了咬了 男主一脚强的踹走 几人手忙脚乱的 逃进了地铁边的小屋 玛丽的后背 与肩膀被咬得惨不忍睹 男主撬开自动翻手机 找了几张纸 安在伤口上止血 这能管多大用 收拾休息后 几个人打开另一扇 通往地铁内的门 走了进去 经过地铁内的销售区域时 玛丽也脸色惨白 整个人看上去很不对劲 这时军方的人出现了 将私人带到医疗区域 这里到处都是伤员 有士兵被怪物咬得一塌糊涂 长官正安排民众 坐上直升机撤离 男主却不想走 他和长官交涉 说自己要去救朋友 急得和他们吵了起来 这时玛丽已经变成了这样 他感觉非常不舒服 得知玛丽被咬了 军队的人如临大敌 直接强硬的将他拉进帐篷里 进行了人道毁灭 难道若放人不管 玛丽会变异吗 几人忍住悲痛离开 一位好心的军官告诉三人 若军队的攻击 对怪物仍无法奏效 政府会炸毁整个曼哈顿 运输机最后一班是凌晨六点 若救了被刺后时间来得及 就赶去某公园乘坐墨班机撤离 三人终于重回陆地 此时街上也空无一人 他们发现贝斯的公寓楼 已经倾倒在另一栋楼上 而他坐在39楼上 这可咋上去 小哈提议先爬上旁边的大楼 然后再爬到倒塌大楼的屋顶 想办法下到贝斯的房间 主意不错 就这么办 电梯一样完全坏了 只能爬楼梯 三人爬呀爬 几乎耗尽所有体力后 终于来到了60层楼顶 天台的另一边就是清晰的贝斯家大楼楼顶了 那边也摇摇欲坠 但旧爱心情的男主 还是毫不犹豫地爬了上去 有恐高中的宝宝 看到这儿估计已经受不了了 雨哥我也很怕这种场景 三人有惊不醒地来到了 贝斯家的歪脖的大楼 由于整个大楼是歪的 他们几乎绝不为间 费尽力气才找到贝斯的房间 此时贝斯已经被一根钢筋穿到了左肩 在男主的呼唤下醒了过来 妹子很感动 三人一起用力 竟然就这样 将贝斯硬生松从钢筋里拔了出来 虽然贝斯疼得哭得很麻 但这一幕也太不合常理了 血都没喷出一滴 就这样直接包扎上了 这时几个人又在窗外 看到了那只怪物 赶紧跑吧 返回楼顶时 轰炸机正在轰炸怪物 没工夫仔细瞅他 几人拼命往楼下跑 途中男主又用斧头 干掉了一只蜘蛛怪 下到一楼后 拼命往停靠最后一班飞机的公园上跑 路上 收影机再次捕捉到了怪物的巨大身形 这玩意儿刀枪不入 简直屌爆了 刚才还需要人搀扶的背孙 现在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腿脚比正常人还利索 用百米充斥的速度冲冲冲 总算赶上了墨班机 但由于飞机不能容纳太多人 历历先被送走 余下三人 终于等到了另一架直升机 飞机缓缓升上空中 终于安全了 那只怪物正在下方爬行 轰炸机投着下一排炸弹 怪物被击中后倒下了 然而正当几人欢呼雀跃 拍手交好时 怪物的大手突然猫过来 将三人乘着的直升机推了下去 飞机急速下坠 坠毁了 不知过了多久 小哈恢复了意识 三人居然全没死 只有驾驶员挂了 此时天已经蒙蒙亮 小哈与贝斯将男主拖了出来 可三人刚想走 怪物又来了 小哈举着摄像机 轻指的见到了怪物的全貌 人物被张开血盆大口的怪物 当场游死 男主抢过摄像机 与贝斯一起躲在了附近的桥洞下 军方马上就要轰炸这座城市了 两人深陷绝望 男主用摄像机 记录了自己留下的最后遗言 还未等贝斯开口 军方的轰炸已经来了 两人一起领了盒饭 最后视频又回到一个月前 两人去游乐园的那天 摄像机捕捉到 有个东西从空中坠入海里 这或许说明 怪物是从外星来的 科福录档案 是一部第一人称视角的 伪记录恐怖片 画面从头到尾 镜头一直在晃 远哥我看的 头晕脑张眼发花 非常非常难受 有时候各种电影我也看的多了 观影过程如此痛苦的电影 真的真的还是第一次 人耳瞎不掩瑜 这种形式的电影 带入感极强 这部电影 突破性的没有多视角 没有多现叙事 而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 来记录怪物出现的全过程 让我们更加深切的感受到 当灾难来临时 描决的人类 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与无助 但我还是不太能看得了这种电影 也我知道之前我玩第一人称 射击游戏时都不晕 看这部电影时 却为镜头晃得不断头疼 好容易才把它看完 这种电影实在不适合我 不知道你们感觉如何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动作小手长按点赞 支持下雨哥 给我更多前进的动力 明镜业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